美品 products 推出美品 我覺得美這個東西是很多面向吧 就是說你可以用做指甲的方式 你可以用做化妝的方式或者是髮型 像我們app上面有八種類型的服務 那其實這個是一般大眾對美的需求 當初是因為疫情的這個期間 那我有發現說自從疫情開始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開始習慣用外送平台 跟一些線上的服務平台 像吃的有Uber跟Showmang 那住的有像Airbnb這樣子的美界平台 那美一直沒有人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當初才會想要創立這個品牌 像一般你看到的購物軟體都是 你在上面加入購物車結帳 他們就會把東西寄到你的家裡 或者是你指定的超商 那不一樣的是說 我們是只要在你下單結帳之後 我們會把服務送到您指定的地點 不管是您住宅的管理室 或者是任何地點 甚至是公司 或者是一些攝影棚 還是家裡面 所以我們是確實地去做到了 把服務去做商品化的這件事情 可能今天真的很累 然後別人在家就不想要出門 就會想要叫沒有服務之類的 或是指甲突然斷掉 很痛啊什麼的 所以就會想要叫這樣子 可以馬上立點移舊的方式 覺得是蠻特別的 因為我其實之前都沒有聽過這樣子的APP 讓愛漂亮的女生非常的方便 現在其實每一夜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客人跟店家很常match不到 尤其是在一些熱門的檔期 不管是過年還是一些特殊的節日 很常一來一回客人問 可能店家正在施作客人 那可能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他才會去做回覆訊息這件事情 那再來對店家來說最大的缺點 你約了然後你不來 那其實店家的這個時間跟人力 他就是停在這邊 那我們不一樣的是我們就是做條款 線上選好時間預約好時段 那就直接可以付款了 那我們有很多種多元的付款方式去做下單 那其實這個不管是對消費者 還是對店家來說都是很大的一個保障 我自己個人最在意的就是時間 我可以自己調配 然後還有就是工資會比較高一點 公司會給我們蠻多支援的 我們也可以有行銷的部分 就會協助你去推廣 還會有一些課程的訓練 其實都蠻專業的 就有美容相關的產業都可以去學習 我們的服務面向很廣 用戶可以就是在平台上面做到 各個不同項目的服務 以及藍妹的使用者 就是主打你很懶但是你也可以美 一開始我們會用可能像偷廣告 到Facebook或者是IG 然後再到Google的廣告 然後或者是跟KLC做一些分潤啊 或是開團 然後做宣傳上面的曝光 所以我們會希望是在各個不同的管道 就是從建立品牌的印象 看到我們品牌本身 再到對我們品牌有興趣 去下載我們的APP 然後再到最後的下單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這個使用者的管道之中 都讓他們看到美業的存在 我們會希望女生在我們美業這個平台上面 可以把她的所有需求都在這個平台上面完成 我們未來不只是希望往海外走 我們也希望在台灣先做一個我們自己的美業商城 然後我希望女生不管你想買東西 或者是想做服務 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達成